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位名叫特朗普金的神秘交易者 他在总统选举前的勇敢下注 让他即将获得近5000万美元的利润 这位自称SEO的交易者 不仅预测特朗普会赢得总统大选 还押注他会赢得民众票 这在许多政治观察者眼中是相当不可能的任务 SEO在一个加密货币赌注平台上 使用四个匿名账号进行投注 并对美国的民调数据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这些民调过高地评估了 副总统贺锦丽的支持率 凭借他在银行工作的交易经验 SEO决定将其数学专业知识 应用于分析美国的选举民调 并最终下注超过30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 随着选举结果的出炉 SEO的自信与日俱增 他的预测逐渐变未现实 特朗普不仅赢得了民众票 还在多个关键摇摆周中胜出 SEO甚至批评美国主流媒体的民调 认为这些民调对民主党偏袒 并未能捕捉到害羞的特朗普选民效应 更令人惊讶的是 SEO还委托了一家大型民调公司进行了自己的调查 以测量这种邻居效应 结果却让他惊喜不已 他主张 未来美国的民调应该采用这种方法 以避免再度出现失准的情况 这位神秘的交易者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他的成功又是否能够改变我们对选举民调的看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惊涛骇浪中 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交易者 他被称为特朗普金 而他的大胆投资策略如今 收获了近5000万美元的利润 这位名为SEO的交易者 不仅遇见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还押注他会赢得普选 这是许多政治观察家当时认为不太可能的结果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还预测特朗普会赢下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等篮墙摇摆州 SEO在加密货币平台Polymarket上 利用四个匿名账户下了这些赌注 尽管他拒绝透露身份 自10月18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引起关注后 他开始与该报的一名记者通信 在数十封电子邮件中 SEO表示他的下注实质上 是对民意调查数据准确性的怀疑 他自称是一位富有的法国人 之前曾在几家银行担任交易员 今年夏天 他开始利用数学知识分析美国的民意调查数据 他得出结论 这些调查高估了副总统贺锦丽的支持率 不同于大多数政治评论者 SEO用真金白银下注 投资超过3000万美元亚特朗普胜出 周二晚上 选举结果开始揭晓 SEO的心情雀跃不已 在法国 他半夜醒来监控选情 并在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表现强劲后 写信给记者说 我非常高兴和有信心对我的赌注 在选举日前的私人通信中 SEO预测特朗普将获得全美49%至50%的选票 击败贺锦丽 他还预测特朗普会赢下七个战场周中的六个 到周三下午 分析师预测特朗普将赢得普选 尽管加州和其他州的数百万张选票上呆统计 当时 博彩市场几乎确定特朗普会赢得普选 华尔街日报确认SEO是PALYMarket账户背后的交易者 系统性地购买特朗普胜利的赌注 PALYMarket证实了他故事的部分内容 表示这些赌注的背后是一位拥有丰富交易经验 和惊扰服务背景的法国人 SEO表示他用自己的钱下这些特朗普赌注 目的是为了赚大钱 而他绝对没有政治议程 华尔街日报无法确定这些声明的真实性 也无法排除SEO与任何政治组织 或特朗普盟友之间的联系 在电邮和与记者的视频对话中 SEO一再批评美国的民意调查 特别是那些有主流媒体进行的调查 认为他们偏向民主党并往往产生偏向贺锦丽的异常调查结果 在法国情况不一样 民调机构的可信度更为重要 他们希望尽可能接近实际结果 文化背景不同 他写道 SEO分享了他根据Euclid Politics的民调平均数据编制的数据表 显示特朗普在2020年摇摆州的民调数据中表现超出预期 考虑到2024年摇摆州的民调接近 SEO认为特朗普的类似超长表现将轻易将他推向领先位置 SEO指出民意调查未能考虑到害羞的特朗普选民效应 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 民调机构应使用所谓的邻居调查 询问受访者认为他们的邻居会支持哪位候选人 SEO提供了一些9月份使用这种邻居方法进行的公开民调 显示当询问受访者他们的邻居会投票给谁时 贺锦丽的支持率比直接询问支持哪位候选人时低了几个百分点 SEO认为 这证明民调机构再次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 这些数据促使他下了特朗普会赢得普选的长期赌注 在SEO下注时 Polymarket的赌徒对特朗普赢得普选的可能性评估位不到40% 在选举之夜 SEO分享了他成功赌注背后的另一项分析 他告诉华尔街日报 他委托了一位主要民调机构进行调查 以测量邻居效应 他说结果对特朗普非常有利 SEO拒绝分享这些调查结果 称他的协议要求他保持结果私密 他主张美国民调机构应在未来的调查中使用邻居方法 以避免再一次尴尬的失误 如果最新的民调测量了这种邻居效应 公众意见会更好地准备好 FIO说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FIO这位神秘的特朗普鲸鱼 用他的数学分析和对美国民意调查的质疑 成功在总统大选中大赚一笔 这无疑是对传统调查方式的一次极大挑战 他通过自己的研究 发掘出了所谓的邻居效应 即选民可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投票意向 但却会在谈到邻居时 无意中泄露真实想法 FIO用自己的钱下注 而没有政治议程 这表明 他的动机 纯粹是对民意调查准确性的怀疑 而不是政治目的 即使他没有公开调查结果 但他敢于挑战主流观点 这种勇气和视角值得肯定 且慢 我们不能因为FIO 在一次投机中获利 就完全否定民意调查的价值 民调有其局限性 但他们依旧是衡量公众意见的重要工具 FIO的成功 更多是建立在一个偶然性和投机性基础上 而不是对民意本质的掌握 他所谓的邻居效应 不过是对选民隐藏意图的猜测 无法形成科学的调查方法 况且 他的得失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市场对于特朗普支持度的低估 而这并不一定反映真实的选民倾向 以意识之力 否定整体调查技术 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 CO的成功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民意调查 但他的实践 确实揭示了一个问题 及调查方法可能忽略了一部分选民的真实意图 在历史上 许多预测失败的事件 都与忽视了某种关键因素有关 这里CO提出的邻居效应 就是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这样的创新思维 正是市场和政治分析需要的 即便他的预测基于某种偶然性 但这种对传统方法的挑战 能够推动对调查技术的改进和完善 CO的所谓创新 更像是一次成功的投机 而非科学的方法论创新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对市场情绪的把握 而非实际的数据分析 民调失败的原因多样 可能是样本问题 方法问题 或数据解读问题 而CO的结果更多是他个人的冒险精神 与市场敏感度的结合 历史上类似的投机案例不在少数 但这些案例从未能够证明 它们能够取代系统性调查的价值 我们需要的是对现有方法的科学改进 而非全盘否定 即使CO的成功中包含了一定的投机成分 但他确实指出了传统民调的一些盲点 正如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言 观察生活的细节 有助于理解更广泛的社会现象 CO通过邻居效应捕捉到了这些被忽视的选民意图 这种思维方式 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民调方法的改进方向 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 它的方法不符合常规 就将其忽视而硬视其为一种补充和改进的方向 然而巴尔扎克所强调的是细致观察 而不是孤立的投机行为 FIO所做的并不是通过系统观察和数据验证 而是堵了一把 成功固然可喜 但这种成功并不能成为普遍规律 科学的调查方法是不断验证和修正的结果 而非基于个别现象的推断 FIO的邻居效应或许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但要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科学方法 还需更多的实证研究与系统验证 我们不该因一次成功的投机全盘接受其论点 而应慎重考虑其科学性和可行性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琪琪在辩论中展现了对民意调查 及其有效性的不同观点 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 深入探讨了FIO的成功与传统民调的重要性 楚天书的主要论点集中在Dio利用邻居效应 挑战传统民调的有效性上 他认为FIO的成功揭示了民调方法中的盲点 并且强调了创新思维对市场和政治分析的必要性 楚天书的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却也存在一种青石系统性研究的风险 FIO的成功更多的是基于偶然性 而不是对选民行为的科学掌握 此处楚天书的论述 似乎忽略了探索和验证的重要性 谢奇奇则从一个更为保守核系统的角度出发 质疑FIO的成功是否能够推翻现有的民调工具 他强调民调作为衡量公众意见的重要工具 虽然存在局限性 但并非全盘否定 他的观点强调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并指出Dio的成功不应被视为一种普遍规律 谢奇奇的批判具有说服力 特别是在提醒我们注意科学方法的严谨性和有效性方面 总的来看 楚天书的创新思维虽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但若缺乏系统验证 其有效性仍然存疑 而谢奇奇则在辩论中强调了兑现有方法的改进和修正 这一观点也十分重要 两位辩论者都触及了民意调查这一话题的深层问题 并且对未来的调查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思考 然而 在辩论的过程中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信息传递都过于依赖于各自的立场 未能充分展现对彼此论点的深入平息 未来的辩论中 若能更多地探讨时政研究 如何能够验证或推翻私有的观点 将使辩论更加充实有力 希望两位在今后的讨论中 能够更加平衡地考量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以寻求更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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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